現在香港的情況就好像一個家人吵架 太怨氣 我覺得怎樣吵也無所謂 最重要的是最終吵完之後 大家知道會出發點為香港好 和為自己一個人好 為一個家人好 所以這是一個訊息 好 我想問我問我三個字 講不講的 其中一件事也是 我覺得也是有一個師生丸 你應該要再細微一點說 對,有兩條師生丸 其實我之前是在香港電視局出來的 也有進去做了兩年 我進去的時候,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大家對工作很熱誠 也可能過得去的都是那種 叫做懷財不育 過來了,要搶口氣 所以每個人的態度都很專業 我和我理解的電視工廠式是不同的 是 後來很無奈 開不了台 我跟黃先生說 我都會想想你應該怎樣 聊開 他說不如這樣吧 你試一下搞一部戲吧 搞一部戲比你拍一部劇 你會學習成長快又多 我反正那時都剛剛沒有劇開 停了 我其實一早就有這個構思 我真的試了 試完之後 他看完劇本 其實他最初不想拍的 他看完之後覺得 這麼文藝 也不是很商業 後來是立馬龍 很喜歡劇本 他願意主動說 不如我投資和買一筆 還有很多廣市 因為我覺得他們 應該要得到一個機會 像阿洛基馬導演 其實我看他的質素 絕對比現在香港的電影 都差 而且是給我要求的超標 我都有了 有了 哈哈哈哈